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的劳工证规定实施后 他最快可以在下个月就加盟曼联 曼彻斯特晚报指出 曼联已经决定追求全世界最具天赋的青年才具 而此前他们更倾向于引进23岁至28岁的成名球星 目前 卡赛多效力于厄瓜多尔国内球队独立山谷队 本赛季他共卫球队出战了28场比赛 打进了6例竞球 并贡献两次助攻 挪威记者Phil Toft做客UWS播客时称 卡赛多很可能会在明年1月加盟曼联 看起来曼联对于这笔签约有着很大的信心 在此之前 曼联已经网罗的大量的青年才具 包括巴萨星星 胡拉多 黄马鞭后卫 阿尔瓦罗费尔南德斯 以及马进星星加纳乔等等 而除了卡赛多外 英国快报指出 曼联与曼城还加入到了阿拉巴的转会争夺中 阿巴拉与拜仁的续约闹剧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由于不满拜仁提出的续约薪资 阿拉巴至今还没有完成续约 他与拜仁的合同在明下就将到期 明年1月 阿拉巴就可以自由与其他球队进行谈判 据报道 曼联已经与阿拉巴的经纪人扎哈韦进行了正式接触 他们希望可以在明年夏天免费引进阿拉巴 但想要签下阿拉巴对于曼联来说并非一事 由于阿拉巴的实力出众 巴萨 大巴黎 切尔西 黄马和曼城都希望可以将其签下 而拜仁也在尽力挽留阿拉巴 在接受采访时 拜仁CEO鲁梅一格说道 拜仁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与阿拉巴达成协议 我们希望可以在时 预告定 但这没有发生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重新坐下来谈判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阿老板 あっ 再走啊 谢谢观看